我剛剛在隔壁教室是不會有網路連線的問題 因為我現在是有連線到這裡 我是有連線到手機的網路對不對 所以它就斷掉了 就是一般的上網它就斷掉了 所以你看我在這邊 有沒有 它說你是離線了 那如果遇到這個情形 就麻煩你先把手機的連線 這個文件先關掉 比較標準應該是它會自動切換 但是我知道有些電腦不行的話 你有遇到這個情形 你就變成你先中斷一下 這個時候它這邊就會變成正常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一樣可以連線了 它就不會是離線的狀態 只是你的IP攝像坊就暫時就不見了 這樣子 因為它就沒有連到那一塊 這個是跟大家稍微討充一下